一个人高不是最牛的 关键是又高还有有脑子 对吧 帅也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又帅 他还有修养 这就很优秀了 对吧 威老师过去 你觉得一米八八是不是很高 没有 在我们学校其实不算特别高 你在我面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我觉得您比我高大 在这个台上 真的 那当然 我让你了解一下我的心态好不好 好 你比我高多少 你一八八八八 你比我大概高了十四公本 我让你感受一下我的心态 掌声有请 你站中间 宝宝站中间 对对对 来看一下 有一种手机信号的那个感觉 你感受一下 啥感觉 跟您感觉一样一样 是吧 来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严玉峰 我媳妇就是赵晓燕 你多高你得说 身高2米05 体重115公斤 2米05 比你高了多少 高了17公分 比你高贵于我的部分还高 这个你今天干嘛来的 我今天来探班 怎么就稀里糊涂就上来了 说一句话 其实如果你要探班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事实 就是我的节目里面基本上都有他 他在跟我一起的时间会比 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多 是 我所以特别嫉妒你 高个儿的人情商 咋都这么高 老颜 我们刚才在聊一个问题 就在聊一个体育生 在职场道路上 会比普通人相对于要窄一些 你有这种感受 我特别有 其实刚才我们俩在台下聊了一会儿 就是我觉得他遇到的困扰 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面对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跟他父亲 就是在一起创业 我说刚产生共鸣的时候 他说他上台了 那我说的就是我跟我爱人也是 现在一起做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困扰 就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些一个争吵 可是到了下班时间回家了 回到家之后 就是还是感觉两个人互相看着都很别扭 可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是没有问题的 那因为工作 但是又是一个人 你的情感又很难去 瞬间因为刚刚争吵过 又变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 很难去切换过来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好像我们的这个工作在燃烧我们的感情 这句话很有致力啊 就我特别想知道 这高个的人是怎么谈恋爱的 就个高了也是人 也是 你来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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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 没关系 全场我最矮 你怕什么 来来来 你们俩平时在生活当中 或者是原来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你们俩之间最享受的动作是什么 其实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没有 赵小叶是吗 你看我的鼠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她会就是这样 对就是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高个儿女孩的一个心结 其实我们不管跟谁在一起 觉得大多数生活中 我们都像鸵鸟一样的存在 就是我们寻求不到那种想讲艺人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跟这种 你依一下我们看一下 呦 他好像也突然好娇小 我第一次见到 对我们还想看一下你们这个亲一下 好像又结婚了是吧 他真的够不着 哎 看了赵小叶刚才那种笑秀的样子 你想得出在他台上和爷们的时候那样子 真一想不通 所以一山还有一山高 对吧 你们俩平时是跟他们俩一样 差不多吧 差不多是吧 给两位送上一点祝福吧 来 我想跟姑娘说 如果可能在一起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那让你们认识更加深刻 走得更长远和坚实 我也希望你们幸福 老爷们祝福两句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一上台 包括咱俩在台下聊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你们俩就是直接来我们公司就完了 然后呢 就是一边工作一边一边就学习了 看我们俩是怎么在工作当中相处 他不是来探班的 他是来抢人的 我发现赵小叶夫妻俩 其实最大的这个优点就在于 两个人虽然个高 但都不复杂 人都挺简单 山不再高有先则明 人不再高有品则行 是吧 祝福你们俩 也祝福你们俩 撒狗粮早完了 各回各位 我发现来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请及时